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屯路 带您探一探靖海轩香菜王 这是湖南长沙驻景板 走 带您吃鱼头去 现在菜已经上齐了 一共点了5个菜 然后之前有小伙伴说 让我们给他们找点北边的吃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就是 已经靠北了 大屯路 大屯路的长沙驻景板 现在点的都是香菜里比较有特色的 给您介绍一下 双椒鱼头 长沙臭豆腐 毛氏红烧肉 糖饺子 这个是优腺雪酱鸭 现在先给您尝尝这个臭豆腐 这个应该是长沙最有名的小吃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卖的 包括连武汉 护布巷里头 最多的就是长沙臭豆腐 这个长沙臭豆腐味道很正 然后它外边的这个辣酱 包括都已经浸到这个豆腐 不像有的地方那种 只有外皮有一层辣椒的辣味 这个味道非常重 这个值得推荐 毛氏红烧肉 这个首先我觉得麦向上就差点一样 这个应该红亮红亮的 那个色明显不发暗 而且没有什么光泽 味道还是很好的 这个也值得推荐 双椒鱼头 这个其实湖南那边应该是剁椒鱼头 现在这边卖的都是双椒鱼头 这是酱椒绿色的 这是剁椒红色的 就跟之前肯德基出的那个双椒鸡翅是一样 替您尝尝这个鱼头 这个鱼头刺比较多 但是味道和 这个酱椒的这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了 就除了咸味感觉也尝不出其他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来吃的话 就只点剁椒子的香 这个推荐 优现雪酱鸭 这个没吃过 点了一个尝尝 这个确实之前是没吃过 然后这里头有鸭子 看到 看出有鸭子 有豌豆 这个就是我特别浓的姜味 感觉就跟那个酸汤鱼的那个木姜籽的那个味道很香 就是姜味非常有 而且它这个鸭肉切的非常的碎 不知道是不是本地也是这么做的 这个菜个人感觉姜味太重了 可能也是本地特色的 这个我确实有点吃不管 这个就不给您推荐了 糖饺子 这肯定是个甜口 这个菜整体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重的特色 所以严谨一点 这个就不给您推荐了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 一共点了5个菜 花了350块钱 简单跟您说说 把这个臭豆腐值得推荐 确实是长沙臭豆腐的那个味道 刚炸出来的时候非常好吃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口感就差一些 剁椒鱼头也值得推荐 鱼肉很新鲜 味道也很足 不能吃辣的话就点一个双椒的 双椒的那边确实就不辣 只有咸味 毛式红烧肉感觉一般 就不给您推荐了 这一期的太阳饭店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探天不归路 别忘了点关注 拜拜